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当地事件26号凌晨 被乌克兰扣留的 俄罗斯邮轮上的 10名船员乘飞机 反抵莫斯科 但是邮轮仍然被乌方扣留 分析人士就认为 此次扣船事件给俄乌双方 就乌东部问题举行谈判 并且缓和双边关系 蒙上了一层阴影 目前来看 俄罗斯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但是也不希望 因此而关闭谈判的大门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25号协同乌军事检察院 在位于乌南部 敖德萨州的伊兹梅尔港 扣留一艘俄罗斯邮轮 登船检查并对船员问话 乌方称 该邮轮在克斥海峡事件中 参与阻挡乌海军舰船航行 并协助俄边防军 扣留乌方舰船和人员 俄外交部在邮轮被扣后 警告乌方立即释放船员 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随后10名船员获释 有分析认为 本次俄罗斯对邮轮被扣事件的反应 比较谨慎克制 不希望此事破坏俄乌元首会晤前景 乌克兰东部目前仍有交火发生 乌东部问题的外交解决进程陷入僵局 俄乌双方都希望有所作为 从俄方来看 俄总统普京需要向西方展示自己 在解决乌东部问题上的积极姿态 达到促使西方减轻 甚至取消对俄制裁的目的 此外 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都面临困难 需要俄罗斯大量输血 对俄造成巨大负担 因此 俄罗斯希望通过谈判 说服乌克兰取消封锁 从乌方来看 乌总统泽连斯基 需要履行自己在竞选期间 有关通过外交手段 实现东部地区和平的承诺 分析认为 乌东部问题涉及乌克兰核心利益 背后又有俄罗斯和西方地缘政治博弈 其外交解决进程依旧面临重重挑战 即使泽连斯基与普京能够实现会晤 双方也不太可能在乌东部 自治地位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 只能在一些小的技术性问题上互相让步 而受乌东部问题影响 俄乌关系难有实质改善 感谢观看